哦 你说你不知道我是忙活什么呢 嗨 无所谓 无所谓 有人说我是专达 哪些鸡毛蒜皮的小官司 是没劲又没味 还说我是别别妞妞 假如假事 见诚往后退到独来 要成为这要放 回方梁说 空空一辈子就忙 没人知道我是谁 无所谓 这些都真的无所谓 我的日子过得还挺美 我就见不得和那些大爷大妈 街坊四里遇到了男生 五天我没找上门来 我怎能该帮的不帮 该帮的不管人心往外推 我是更坚图的 外人横行逍遥 法外花言求 还要把人拉下水 我拖上几层皮 我撕上几灰 我握着的铁正是法王回 回官叫他茶池难飞 无所谓 无所谓 我的日子过得还几回 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啊 哎呀总能解决问题的 好 慢点慢点慢点 张律师 张律师啊 张律师 大明啊 我正找你呢 你说这改灵这也忒糊涂了 哎呀改灵他跟我说了 谢谢你 没事 不是改灵事 是庞大爷家出事了 怎么了大爷 你让我怎么说呀这个 我老伴啊要跳楼啊 要跳楼 是感情的问题啊 又是感情问题啊 怎么这么大的岁数 还在寻情自杀的呢 哎呀不是寻情自杀 是跟他儿子吵起来了 谁算的不好使 怎么自事来的 可疾死人了 要不弄不好 真要出事啊 去吧 这行行行 别说了赶紧去吧 我一起去 快去 哎哎哎哎 张律师 啊 去哪儿啊 不是 刚才大明他们来一邻居说 要跳楼死沙 这张哥都已经去了 哎 咱回来又走啊 一会儿林冻院来了怎么办呀 哎呀没事 你就先放一放吧 这人秘关天 谁鼓子让他哟 你动动脑子好不好 真的要跳楼早跳了 能这么闹吗 肯定是家庭纠纷 也是哈 你怎么就不拦着他呢 你知道一会儿林东元 你干嘛不拦着他呀 我是拦着 我哪拦得住啊这个 你仔细想想 我们这两天干嘛了 不是欠债不还 就家庭纠纷 你以为这是居委会是吧 不要做律师是吧 随便你们 不管了 不是 这跟我没关系 他们 反正一会儿林东元来 你们自己看着办 我不管 小朋友俩 爸妈 你快下来了 这么老不老 多年孕呀 天体他都不这 其实这孩子不错 他们在银湖小区啊 我买了套房 都装修好了 马上就让我们搬过去 是不是 最近他那媳妇呢 就什么 哎呦 咱们这是干什么 真的吗 快报警啊 哎呦 报什么警啊 天启他妈说了 他要监制三跳 三跳 啊 他儿子走了跳 警察来了跳 有人上去他也跳 还有一跳呢 如果城市间不当有条件 天黑就跳 哎呀 小张律师啊 你是咱们这儿的法律权威呀 你得给想想办法呀 你最会骗人了呀 谁会骗人呐 你别谦虚了 谁不知道这片你是有名的说嘴啊 什么说嘴的吗 哎呦 律师啊 你这事得解决 你快给想想办法了 你都欺骗你了 你跟你爸说不去不就完了吗 我说了 说了多少遍了 没用 他妈呀还非逼他离婚呢 大妈你这不是想不开吗 这离什么婚呢 这离婚呢 还不如让老太太 大明儿 你瞎说什么呀 捣什么乱的 我没捣乱 我没捣乱 哎哎哎哎 别嘲嘲了 妈 我错了 我这回都听您的 那我哪儿也不去了 您下的行不行啊 呦 林总 来了 莫先生 律小姐 您回来了 什么 什么回来了 还什么回来了 还什么回来了 我这一上午都往你们这打电话 没人接 估计你们去取证了 怕打扰你们 怎么样 还顺利吧 还挺顺利的 还挺顺利的 挺顺利的 张晕辉呢 他 对 他去小区取证去了 小区取证去了 哪个小区啊 这 银湖小区 他说他还有几个事情 没有弄明白 所以他说 他再去核实一下 就是那个银湖小区 对 对对 就在那儿 你们到底去哪儿了 我们 我们 这 这 高水再出来坐着行不行啊 这待会儿真的弄出病了 那我爸还得为您上医院 您坚持得住 我爸他也坚持不住啊 哎 他妈 你别打我儿子 我看出来 你别打我儿子 你别打我儿子 我别打我儿子 你别打我儿子 你快过是不是 我别打我儿子 他没要跳 他没要跳 他妈 你别别别 你别别跳 待会儿聊 我先提起手指的 提起手 我现在说 张律师 张律师 别打呀 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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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张律师 你敢 我们家的事儿 你瞎穿过什么呀 你松开他 你听见没有 妈 哎呦 出了命啊 张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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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死你 张律师 妈妈 对 真的 下去了 下去了 哎呦 进来吧 没事吧 张律师 你别停啊 你接着打呀 要不他妈又该上去了 快再打两下 再打两下 我估计没事了 没事了 别的呀 你还是接着打吧 要不咱们千功尽弃了 都白打了吗 要打你打吧 我歇会儿 累死我了 哎呦 下去了 你还不去看看 拉着你妈 一会再又上去 快去快去 累坏了 张律师 哎呦 大妈您慢点啊 慢点 慢点慢点老伴 哎呀 下来就好啊 下来就好 哎呀 你可急死人了呀 他们那都打起来了 你在这干什么呢 哎呀 他们呀 他们没事 他们没事 都是你呀 给激出来的呀 大妈 他们没打 张律师想欠你下来 是啊 坐这坐这坐会儿 慢点 快坐下 啊 和着你们大伙 和着伙都漂亮呀 哎 妈 妈 妈 是我 是我天气 妈 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了到 没事了 妈 她妈 没事了 好了好了 老太太别哭了 老太太跟儿子自己 什么事都说清楚啊 快 你妈说的啊 没事了 大妈 叫脑袋上那些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好 谢谢大妈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妈 你赶紧回去吧 好 怎么样 说你会骗人吧 就是会骗人 你可不是骗人 临时顿生一计 谢谢你啊 谢谢 你好 你好 谢谢啊 张哥 你快回去看了吗 怎么了 那个余松光和林总员都来了 说要跟咱们解约呢 不会吧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去吧 你好 走 走 你怎么想起来 人家都在这儿盖片子 都扶不倒了 走 我们回来了啊 张姐 哎 阿山 干什么 林总员呢 走了 走了 生气了吧 能不生气吗 我告诉你啊 别人搞你违约 这就算违约啊 当然了 阿山你跟我说 阿山 你干嘛去你啊 不是 你回去等电话去 阿山 是不是让我等电话 阿山就逼你了 别跑了 阿山 别跑了 别跑了 累死了 我说 这也算违约的话 他们也太过分了 你听不听见 听不听见 那你太过分了吧 啊 那这么大的案子交给你 你跑来跑去的 你要是给人当过了 怎么办 耽误了吗 不是没耽误吗 这耽误就来不及了你 哎别跑了行不行 都快累死了 这边大名 庞大爷 他们找到我头上 都快跳楼了 我不管行吗 那好 这次是跳楼 那以前呢 啊 我告诉你 你要是经常做什么事 你就是那种人 你想做局委会主任 那行 那你去吧 你 那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我也想出名 当大律师 挣大钱 老邻居 老街坊 你没把我当回事 我对于他们来说 那就是天大的希望 明白吗 哎 你想啊 你这一辈子你能碰上几次 这样的大事 有些律师一辈子都碰不上一次 你想不上 八百遍了 第八百遍了 那你说该怎么办 那你仔细想 林东元跟余松芳 把这么大的案子交给我吧 哎 你要是给别人耽误了 你说的过去吗你 啊 你说的过去吗你 耽误了吗 耽误了吗 不是没耽误吗 那只是你自己想的 那别人呢 麻烦了 这么多事啊 他们要这样的话 我就不接了 再不理了 啊 人家林东元没说什么 这余松芳 她说我们准备不足 明天找他们说说就完了 那去你去 我不理她 你行吗 哎呀 别生气了 我不是为咱们好吗 哎呀 我跟你说话呢 妈 去我 我说求你了 你别生气了 啊 别生气了 妈我求你别生气了 我说为你好 再求一遍 我错了 刚才差点把我逼得都跳下去了 我也是为咱们好嘛 别生气了 气死我 你别生气了 请进 张厅长 好 房子的事情考虑得怎么样了 来 坐一坐 来 这么低的价格给我们 你的损失很大呀 我不正急着用钱吗 正好让你们赶上了 对了 林东元起诉你公司的事 你知道了吗 昨天已经立案了 他起诉我 他凭什么起诉我呀 具体不太清楚 关键是有这事在这儿 再这么低的价格买你们的房 原领导怕别人说闲话 我把房子转给一个朋友 他给你们办手续 我一点都不出面 这样 再说了 房子也不是给你们领导住 那是给年轻人解决宿舍 留住人才的 这也是为法制建设做点贡献嘛 你说呢 这件事比较敏感 月领导已经说了 园子上不能办 你看看你看看 这是医药费十几万 我到哪去弄这么多钱去 小雨 这些钱是必须花的 医生当时都说不用救了 你非得这么招那么招的 要不然能花这么多钱吗 我要不是争取这么多时间去找证据 老林能救得出来吗 你不是跟老林说我不让救吗 我怎么不让救了 我 当时去看守所看老林的时候 周阿辉问你 是你让他这么说的 我又没让他挑拨 你说什么呢 谁挑拨了 你去问问老林 用不着 好 小雨 你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吧 我的意思是 这么大一个案子 你们能办就办 办不了最好早点退出 省得我们半截换人 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 小雨 换人是你们的权利 但是只要让我们做 我们就得实事求是 怎么又说起这些事来了 不是定好了 让他们做的吗 我是怕他们办不好 没问题 没问题是不是 当然没问题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强项 好 干嘛去啊 下星期法院就开庭了 这么快啊 你看你看 人家都快开庭了 他们还什么都没准备呢 谁说你没准备好啊 我们早准备好了 好了好了 我现在还是 取保候审阶段 开庭的时候 你跟着一块去吧 我这人脾气有时候不好 你们别太在意啊 没事 大伙都为了把事办好嘛 对对对 大家齐心协力 把官司打赢 别介意啊 行 那就这样 再见啊 再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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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不明白啊 你还不明白啊 要不然老林不愿意啊 他早就把咱们给换了 你就别让他找借口了 谁给他借口了 哎 你还说啊 你就这样的时候 离那些地毛蒜皮的案子 远一点你就不行啊你 没说不行啊 哎 那杨艺菲怎么还不来啊 哎 你看你 一说你就打岔 我不跟你说了 来看看你俩区的环境 我们绕来绕去 绕到银湖家园来了 我们律师事务所 好多人都往这拆迁的 哦 你是律师 好 好多年的律师了 哦 是吧 来来来 请进 来来来 进来看看这房 哦 这屋子格局还可以啊 你先看你要不要看上去 让他俩看 好嘞 就这么定啊 他俩不够了 我就送给你吧 还可以 这光线也不错嘛 呦 两居啊 有没有一居的 我想租个一居的 两居还不好 他不要 你不要 这么好的房哪找啊 其实我们俩呀 有个一居的就够了 这么好的房还跳来跳去的 哎 等会儿等会儿 要不这样吧 你住一间 你们住一间 你们合租 哎 我觉得他这个建议不错啊 那 我当然是无所谓了 主要是看人家 怎么样 这房多棒啊 那就这样 我给你们开条 好 开吧 我叫杨亦菲 以后要请多关照 来 今天认识一下 你好 你好 我感觉今天有点不大对头啊 怎么了 刚才我问那个收集员 怎么这么快就开庭了 他说吴景国一直催着开庭 应该是赢的把握 他才会催着开庭吧 他们还催着开庭呢 我估计 是周婉仪的资金主转不过来了 听说银行正借了这个机会 审计罗世文呢 不会吧 吴景国如果没有把握赢 肯定不会催着开庭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证据 已经够周密的了 吴景国一向喜欢设限期 不会有什么没想到的吧 嗯嗯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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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这边 走吧 法院正在维修 咱们呢就坐在这儿谈谈吧 哎 这儿环境好 团这大树 这晚上挂上灯 弄上啤酒 喝点羊肉串 生意肯定好啊 坐坐 随便坐啊 哎 等我们胜诉了 我在这儿请你喝酒 有劲吗 明明知道自己赢不了 还怎么说 你胜诉了 说明国有资产流失了 这有什么好庆祝呢 哈哈 哪有国有资产啊 啊 你就会伪装正义 好了好了 别斗嘴了 现在开始吧 我想请大家注意 合同中第五条很明确 乙方就是指你们那方 承包整个小区的施工建设 销售管理工作 这里很明确 周婉仪承包的是施工建设 和销售的管理工作 为此才可以得到小区利润的 百分之十 作为它的管理费 对不起啊 这原文根本没有说施工建设 和销售管理的工作 这个得子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实际上周婉仪承包的是施工建设工作 销售工作和管理工作 这三项工作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我也要说声对不起 合同中也没有用顿号 把施工销售和管理工作 变成并列关系 这一条表述是有些模糊 是不是承包 关键是有没有投入资金 是不是承担了风险 这才是最核心的问题 我同意省门长的意见 小区的投资一共分三期 全是由我方投入的 我们这有周婉仪收到前以后的收据 这上面有周婉仪的亲笔签名 员 这不是最有周婉仪的 你别说是姚安打的 你跟乌仪的她们的组织 你只会在证明上 你只能在证明上 你现在请到白金 是我钱的资 林东元投入的资金 你们也都全都收到了吗 钱我是收到了 但这不是投资 是林东元给我的借款 我才是真正承担风险的投资人 这不可能 这是林东元和周婉怡签订的借款合同 我没见过这合同啊 按照这个合同 林东元借钱给周婉怡 周婉怡承包小区 并承担一切投资风险 那么利润就应该归周婉怡所有 这合同给我不了吗 根本就没有这个合同啊 周婉怡 这份合同是你跟谁签的 当然是林东元 你胡说 这合同根本就是伪造的 对方当事人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 我当然不是随便说的 你说这个合同是伪造的 那你拿出证据来呀 这份借款合同绝对是周婉怡伪造的 连律师啊也是传统好的 那倒不予垫付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你见到宋欣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 别添乱了 你真的没签这份合同 可是这个张子是我们的 这个字也像是你的 这都能伪造 上回罗世文就拿这么一份合同来逼我的 你怎么不早拿出来呀 那不都撕了吗 这撕了你也应该 你也应该让我们知道呀 你要是真没签 咱们就不怕什么了 到时候可以鉴定啊 老林 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吧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绝对没有 以后啊 这种事早让我们知道 你看吴景国今天得意的 还有那个送信 还有那个送信 他一天 你 output 琳仁 有人要帮咱们托地了 我顺便啊 我顺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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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你 让人rain心 以后啊 家里一些出活住活都包在我身上啊 对了 这小区啊 我熟人认识多 以后啊 你们有什么事 尽管跟我说 是吗 那我们可就不客气了 客气什么呀 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是不是 你看他 还真不认生 这是一家人了 别客气 小杉姐 打了卫生呢 小杉姐 我告诉你一个特大的喜讯 怎么了 准备考律师资格了 你别提这事行不行 我这连业大还没毕业 哪考律师资格这去 那除了这事 你还有什么事 等会儿 等会儿 我跟你说件事啊 我跟两个 两个女孩 同居了 你和两个女孩同居了 不会玩 那怎么啦 你呀 小心被骗 哎 不是 我有什么可骗的呀 哎 我跟你说啊 那天我假装 帮他们擦地 到他们屋子里看了一圈 你别说 他们屋子里 收拾还挺够档次的 你这叫同居吗 啊 你这应该叫和居吧 对啊 也对啊 应该叫和居啊 哎 不是 你听我说呀 你听我说 我真不明白 你到底是概念不清呢 还是做白日梦 我刚才说错了 我问你啊 你说这么两个漂亮的女孩 我还跟谁好啊 我怎么知道 我又没见过 也是啊 我还告诉你了啊 漂亮的女孩多了 不是每个都能当女朋友的 哎 哎 你不是喜欢拖地吗 去 把里面房间给我拖干净了 哎 不是 你要来得真快啊 去呀 拖地 哎 哎 别动 我容易去 吃点餐 哇 行天霹雳 呦 张哥 干什么活了 你不容易啊 哎 哎 张哥 嗯 我要搬新家了 哎 搬新家了 告诉你一个特大特大的喜事 谁得喜事 哼 那当我呢了 杨一带 你也太沉不住气了吧啊 不是 她呀 就是跟两个女孩一块住了 她怎么的啊 啊 啊 跟两 两个女孩一块住 两个一 什么玩七八糟的 她呀 就是跟两个女孩合租了一套房 哇 我给你垫着呢 怎么这么高兴呢 不是 你听我说 那两个女孩 一个比一个屁好了 这一个比一个对我热情 那俩条很 行行行 你别说 你说的浑身只痒痒 你是不是吃痒痒药了 你都躲了 不是 哎 我我那个什么 我给你飞去一趟海运 把那核同鉴定一下 嗯 行 那核同鉴定要真是假的 他们跑都跑不了 周晚一公司的人一会儿可能是过来啊 把料那个13号14号证据在我抽到这里给复印一下 不敢 哎 给人家 给人家 啊 干什么 快点 我们中午都回来吃饭啊 拜拜 干什么又是我锅饭啊 拜拜 坐好了 张耀辉他们要求对你们的借款合同做一下专家鉴定 法院在问我们的意见 用得着吗 那个合同应该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那他们干嘛要鉴定 也许为了拖印时间 请 你怎么来了 啊 法院说有几件证据的复印件在您这儿 让我们过来取一下 取个复印件呀 你亲自来 拿去吧 你来 小山 是让你这么教我的啊 啊 我没有信啊 不是 莫小山 我跟你姐姐 你别跟我提我姐姐 你现在没这个资格 我不会生你气的 这因为有些事啊 你根本就不知道 如果要是你姐姐这么对我说 那我不会原谅她 我们俩到底谁甩的谁 你姐姐会告诉你的 我今天来只是想告诉你 我跟你姐姐已经通了电话 她在替你 向我说对不起 她都这样了 你还逼她呢 我怎么跟你说呢 你不是孩子了 不要认为所有人都得原谅你 你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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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希望 ここ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张法官 大家都来了啊 坐坐 请坐 您皮肤保养得真好 怎么孟小珊没来啊 她就合了几个证据 马上就来 好 谢谢 我查了一下档案 没有那个合同的用章记录和合同记录 那个合同是伪造的 林东元从来不在盖好的章上签字 肯定是伪造的 有章就行了 不签字都一样有效 这不是林东元的习惯 法律才不管她的习惯呢 法律才不管她的习惯呢 师傅 咱们开快点吧 好快 谢谢啊 除了刚才说的你们还有别的证据吗 我听到手里要不要 有 sembla不能 我听到 我听到你嘛 我听到你啦 你在哪儿 你可能是这样的 你不能打开 你就得打开 好了 我还会不会打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什么叫胡判呢 如果你说胡判 那你要拿出证据来 是吧 这就是胡判 请你尊重法庭 我没法尊重法庭 你们这么判的话 余总方 他们就判得你这样的 张律师 话不能这么说吧 审判长 我们申请由法院向公安机关报案 这合同是对方律师提供的 但是合同上的公司印章是伪造的 中文费 大家仔细看 这个公字的这一点和这一点 仔细看很明显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两个章中间有一个是假冒 这不仔细看还真是看不出来啊 这是伪造工章罪吧 吴律师 谁这么大胆啊 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我早说过他们是伪造的 行了 你看 总算真相大白了 这个章你们怎么解释 这个章是伪造的 吴律师 我说你怎么一直理直气壮呢 原来是有伪证啊 这是诈骗 这不是诈骗这是什么 这都得判刑 周小姐 我向你还是主动坦白吧 如果因为四颗公章被判入狱 你的律师肯定不会给你送饭去 费什么话呀 这件事情本来我不想说的 但是你们逼到这一步 我也不得不说了 这个公章不是我司刻的 是林冬元自己刻的 你胡说 我怎么不知道 余颂芳 你以为林冬元什么事情都告诉你吗 那个章在林冬元手里 那他为什么还要刻一章 那这事就得去问林冬元了 你们去查查别的文件 肯定两个章都用过 查就查 这几张票句用的也是合同上的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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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复印件 有原件吗 这几张票据 是双方核对证据的时候 对方律师孟小山 提供给吴律师的 所以原件应该在他们手里 这可是你们自己提供的证据吧 我们是没有办法伪造啊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 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只是有些事 林东元根本就不想告诉你 证据都在这 你还想不认账吗 无所谓 无所谓 我不在乎专达那些鸡毛 丧品的小关 此事有味儿没有味儿 更不管有钱没钱 有车没车 有房没房 我就在帮忙 我就见不得那些 大人大妈 街坊四连 遇到了男生 哭天 我来找什么来 我怎能该帮的不帮 该管的不管 人心往外推 我是更坚不得 坏人横行 羞有法外 花言 瞧你还要 把人拉下水 我脱上几层皮 我撕上几灰 我握着那铁 正是法王 灰灰 管教他 茶匙难飞 无所谓 我是谁 那是不是一共有三个账 对 张伟一肯定私自又刻了一个 老林 你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我们说一声啊 我不是不商量 只是那天 突然发现这张不对 那你怎么来得及 跟武警国商量呢 我真的没有什么需要 而且 你不允许 那可我得知恩图报